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都是那种大块的 这次竟然是18岁以上零件多达2000多块 说明书足足有300多页的大众T2演音车 可乐小朋友看到兴奋极了 爸爸爸爸我们一起来拼吧 作为一个专业负责陪女儿玩乐的好爸爸 这个艰巨的任务自然由我接下了 于是我特意挑选了一块比较大的地方 特意垫了一块大的牛皮纸 倒出一袋袋的玩具零件盘腿坐在上面 准备开拼 由于是我第一次凭这么复杂的乐高 所以我小心翼翼的按照说明书来操作 但毕竟经验有限 加之旁边有一个调皮的小朋友的干扰 其中还搭错并反攻了好几次 两三个小时后终于小有成果 汽车的底盘平的已经差不多了 可是一看才搭了十一代零件中的两代 可乐小朋友看了傻了放弃了 爸爸爸爸我要去看动画片了 爸爸你加油哦 这时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腰酸腿酸 实在无法继续 好吧今天就先拼到这里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乐高一直都是这样一个状态 但是朋友免费送的乐高 既然答应了女儿含着泪也要拼完啊 于是我改变姿势 调整心态 鼓起勇气再次开拼 由于没有了可乐小朋友的干扰 加之拼搭经验的积累 我感觉自己拼得越来越快 越来越得心应手 同时我的心里也有了一些的变化 由最初的敬畏之心变得开始不屑一顾 心想这乐高虽然复杂 但只要照着说明书 有耐心够细心 任何人都可以搭出来呀 这有什么难度啊 有什么意义 在完成度超过50%以后 我甚至在想 这玩意看似复杂 但如果没有说明书 你搭不起来 看了说明书 我就像一个拼搭的机器人 完全没有了自己的情感和创意在里面 这玩意玩多了 会不会影响我的智商啊 呵呵 我在我的智商也没有多高 俗话说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我硬着头皮继续拼搭 伴随这拼搭进度 来到了70%左右 我的心态再次发生了变化 由之前的不屑一顾 变得开始有敬畏之心 当我看到一个个拼装起来的 设计如此之精妙的汽车零部件 例如方向盘和前轮可以联动的装置 可按钮开启的推拉仪门 可折叠收起的小桌板 可躺平的沙发仪 我深深的被设计师所震撼了 于是我一股作气 连续用两天的时间 全部搭完了T2演艺车 并将自带的贴纸 按照自己的创意 装饰了演艺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我计算了一下时间 我一共花了11个多小时 完成了T2演艺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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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镜明镜 甚至更多的钱买一个乐高玩具来玩吗 视频前的小伙伴们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请打出1 如果不愿意请打2 其实在完成了整个拼搭之后 我的内心已经有了答案 如果我没有玩过这么复杂的乐高 我是不会花这么多钱去买这样一个玩具的 感觉太幼稚了 但是经历过这样一次拼搭后 我的想法改变了 人的生命是如此的短暂 生活本已经太累 我们只要条件允许何必上纲上线 想玩什么就买一个来玩吗 想尝试什么就多尝试 能在有限而无聊的生命中 找到一个爱好一个快乐 不好吗 就像前些时候非常火爆的盲盒 很多的玩家其实也都是成年人 人一旦成年之后 乐趣会变得越来越少 例如以前爱打的游戏 也会玩不动了 所以能有一个小小的乐趣 继续陪伴我们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 视频前的小伙伴们 如果你们有什么爱好 就大胆的去尝试吧 不要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感到后悔 尽情的玩吧 最后本期视频只代表我本人自己的想法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交流 最后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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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